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計較的小 失望的也少 任性一點 沒什麼不好 朋友們都懂 我不怕寂寞 只怕為誰 努力的不夠 日子很簡單 想思也很簡單 快樂悲傷 來的快去的也快 多一些時間 疼愛自己過的浪漫 小小心願 能自己成全 沒有人陪伴 和勇敢無關 只是剛好 在人生最自由的失望 沒有人陪伴 也可以習慣 單身美好 等待你的好 好吃 吃飽一點 今天我有請客 謝謝儀華姐 儀華姐 謝謝儀華姐 儀華姐 不客氣 儀華好好吃喔 對啊 那我們去那個 依華 李儀華耶 嗨 白企劃 嗨 白企劃 嗨 怎麼那麼巧啦 你們剛好在這邊吃喔 是啊 今天是我們主編儀華姐的請客 不會製作白企劃 那邊剛好有空位 要不要並坐 我們一起吃啊 對啊 一起坐嘛 走吧 那這樣子的話 小貴啊 那我們只好 弓箭部除命囉 好啊 一起坐 一起坐 對 來啊 看這邊 哇 太好吃了吧 有牛排喔 大家合作愉快乾杯 來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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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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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慢用 好香喔 是這個世界太小 還是我們兩個真的這麼有緣分 為什麼不管我走到哪裡 都會這麼容易遇見你啊 我剛看到你們的時候 我也覺得我們還蠻有趣的 沒有緣分的 但是你這麼一說 我真的覺得 今天的巧遇一定又是你設計的對吧 你是太自戀還是有被害妄想症 我才不會這麼執著在於 像你這麼難相處的人身上 貴製作 他們 怎麼啦 我怎麼好像聞到一股很濃的 火藥味 這個媽 不是火藥味 是曖昧的味道 曖昧 白忠祐 怎麼了 為什麼不能講啊 我以前是真的追過你嗎 天啊好八卦喔 憶華姐你跟白七話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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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想那樣子 我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是是 一點關係都沒有喔 也還好 你沒有答應我的追求 要不然的話 我也不會遇見我的真愛啊 真愛 白七話 你有女朋友了喔 有啊 我剛剛跟他交往一陣子 我有照片你們想看嗎 好啊 來啊 來啊 你們幫我鑑定鑑定啊 有著名的事 很正喔 還滿可愛的耶 真的嗎 真的嗎 我也這麼覺得耶 她幾歲啦 她啊 她三十二歲 看不出來啊 跟你們家以華姐是童年喔 但是呢 她保養得好 完全看不出來有三十二歲的樣子 她這個人啊 個性好 又懂得照顧我 更重要的是 我跟她相處的時候 完全沒有壓力 感覺到很自在 很輕鬆 說真的啊 自從我遇見她之後 在我眼裡 根本沒有其他女孩子 哇 白氣化 如果 我繼續跟她這樣交往下去 我想 我真的應該會跟她 結婚吧 結婚 太浪漫了 白氣化恭喜你了 白氣化 恭喜你 很酷 恭喜你 說實在的 能夠遇見我的真愛 最要感謝的人 是你啊 依華 我真的要謝謝你 要不是因為你 我也不會發現 原來 好好地愛一個人 是一件 這麼幸福的事情 好 剛好你們女孩子都在這裡 再過個幾天呢 是我跟我女朋友 交往滿一個月的紀念日 喂 李依華 你好啊 你為什麼請客直請 編輯不得去 沒有請我去 這太可愛了吧 太可愛了吧 對啊 這三十二歲耶 少千啊 不好意思 我在跟公司的同事吃飯 忘了告訴你 對不起喔 讓你等我了 怎麼啦 我是吳小璐 不是張紹天 你說你要來接我 沒關係啦 我自己坐車回去就可以啦 你在講什麼 誰要去接你啊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結束再打電話給你 喂 李依華 你少天跟我直同鴨講喔 你為什麼不要親我去 好啦好啦 那 我晚一點再過去找你喔 請講喔 拜拜 你 電話 喂 喂 呦 你現在哪邊啦 我們 我們 爹鼻啊 怎麼了啊 突然打電話給我 蛤 你很想我啊 這麼巧 我也很想你耶 誰是你爹鼻啊 你現在是出櫃是不是 這樣子啊 好啊好啊好啊 那我趕快 我趕快把飯吃一吃 我就過去載你好不好 你等我一下嘛 等我一下喔 我去載你喔 好 這樣子 拜拜 欸 你幹嘛跟我起司機啊 喂 喂 討論到哪裡啦 有沒有看到喜歡的啊 有沒有幫我挑到嗎 這個啊 這個啊 哇 好漂亮啊 很適合他耶 白忠祐 我回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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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好不好 等我结束以后 我再打电话给你 晚一点呢 我再过去找你 这样可以吗 拜拜 李宗盛 你是个女孩子 女孩子就应该要有 女孩子的矜持嘛 你这么晚去找人家 这样像话吗 这样对吗 这叫不守复道 你知道吗 以前的人都进猪笼了 夸张 真的是夸张 你们有经验可以多问问我吧 我爸妈这个很有经验啊 像这种人啊 爸导人都不会生气的 嗯 我们在这种状态汽签 你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怎么会在我家啊 王学佛 不对 你怎么又在我家 我家只想帮你擦背 喂 擦什么背啊 我不需要你帮我擦背啊 你还没有回答的问题 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啊 你忘了吗 你总是忘记留钥匙给我啊 所以我特别是学了开索 这样以后就不用爬窗了 我先不成功 我的天啊 我要报警 你 警察抓你 不行 不行 不可以 上次因为你的恶作剧 害我被警察抓 不然他好多天了 就害我被我爸放出躲完 真的好坏 什么 不是恶作剧 你这个叫做私闯民宅 好啦 好啦 我不好嘛 你还在提这些不好的事情 我还好想要你用你做报价 我拜托 拜托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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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扶 你不走啊 你不走啊 你要去吗 我走 不要 不要 真的假的 这太夸张了啦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你之前都没有讲啊 对啊 这么恐怖的回忆想都不敢想 怎么会跟你们说呢 反正就是这样啦 现在有那个变态跟踪狂在我家 我就不能回去了 小贵 你明天有空的时候 帮我回家拿几件衣服过来啦 这都不是问题 可是我好想知道 你到底怎么有到这种疯婆子的啦 我 哦 该不会是你睡过她之后 你就把她甩了 然后 收起你那淫贵的眼神 我没有睡过她 我没有睡过她啊 没有 那不管是怎么样 那是因为我 曾经 追过她 追过她 其实严格说起来 应该说她追我才对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她就一直对我师出善意嘛 这常有的事情嘛 只不过在第二天的时候她就 来 这就是我家 请参观 这里是我的客厅 那里有厕所 那边是餐厅 你想要喝什么都有在那边 这么急啊 这么猴急得很少见啊 来啊 OK 来吧 OK 来 Mitte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白中恋一个人的 Q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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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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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也要啊 恐怖恐怖啊 太變態了 恐怖恐怖 才認識第二天啊 我才認識她第二天 她就在她的身上吃了我的名字 你說這個樣子我能不跑嗎 我能不跑 該不會之後都一直跟蹤你吧 我只是跟蹤 她簡直把我家當她家 不管我換幾個鎖 她照樣沒進來 我都叫警察抓她了 她還來 嚇死我了 太恐怖了 我猜這個女廉長得像一隻恐龍 報仇的吧 像這樣 重新 小虧 小虧啊 你在幹什麼 為什麼眼睛都不眨一下 天啊 好美啊 不好意思 白董事長 請問一下 她就是你要介紹到我們 貝比魯斯的新實習生嗎 沒錯 這位是王雪福 她是王慶集團總裁的女兒 她剛剛從國外回來 想要從事電視製作方面的工作 所以希望你們能夠給她機會 讓她好好的學習 不過很抱歉啊 我們貝比魯斯不缺人啊 我們一直都非常缺容 我們公司缺彩 沒這麼慘吧 小虧 我們不缺人啊 不缺人啊 這位企劃 我現在是製作人 請叫我龜製作 小虧聽說 好 請你搞清楚自己現在的身份啊 你目前只是一個企劃 無權管這個事情 反正一下已經決定了 小虧 以後要好好的 關照關照王雪福知道嗎 嗯 以後請你多多照顧嘍 寶貝女神 我會照顧你一輩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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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虧 小虧 你不要先進去啊 出來 出來 趕快出來 小虧 你醒醒 出來 出來 小虧 以後呢 這就是你的辦公桌了 專屬的喔 有什麼問題就隨時找我 OK 真的嗎 那我可以選我想要做的辦公桌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 你想坐哪裡啊 我想坐那裡 不行 小虧 你跟我來 幹嘛 急醒啊 不要被他迷惑啊 他是個瘋子啊 瘋子 是啊 他就是我跟你說那個變態更入狂啊 請你不要侮辱我的女神 完了 雪福 你想坐哪裡 就坐哪裡 好不好 OK 你還認在那邊看 還不快換位子 霓華 你怎麼來了 節目專刊的雜誌要買出來了 專程帶來給你看一下 不好意思啦 我爸還讓妳看 霓華 你就是李怡華啊 請問你是 頭髮去哪裡燙的 衣服去哪裡買的 還有包包 是什麼品牌的 不好意思啊 請問你跟這幹嘛 沒幹嘛 只想變得跟你一樣 變得跟我一樣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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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是白忠祐最喜歡的女人 不是嗎 不是嗎 這是 我們公司的新同事 幫我出來 幫我出來 王雪福 我警告你啊 你 你那是什麼臉 你在笑什麼啊 沒有啊 剛才是你第一次 主動牽我的手耶 我要拍照起來 拿來做紀念 上傳到臉書上面 你要拍照等一下再拍 我不管你 我只要你回答我 剛才想對李怡華做什麼 你做什麼啊 只是換他頭髮去哪裡攘的 然後衣服叫你買一個 就這樣 是嗎 少來 那你是不是還想問他 他家住哪裡啊 他回家都走哪一條路啊 嗯 喂 幹嘛把我長得跟跟蹤放掉 你本來就是啊 我不是 好 沒關係 我不想跟你吵 王雪福 我警告你 我之前不管你怎麼煩我 怎麼騷擾我 我都無所謂 但是對李怡華就不行 他對我為言很重要 所以我不希望因為我喜歡他 你就去纏著他 如果你敢對他怎麼樣的話 我不會放過 你就真的這麼喜歡他 是 我就是這麼喜歡他 所以我現在要你答應你 無論如何 都不准對他動手 你辦得到嗎 好 我答應你 不過 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吃下這口香糖 容易 吃口香糖這麼簡單 嗯 真的假的 好吃 多嚼幾下 很嫩 好吃吧 好 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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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一點 太棒了 我們又多了一個 又寶貝 我的天啊 吐出來 我拒絕 你不要告訴我 你不要告訴我 你真的要你很快收足 我的心被一旋在到不了的天氣 香 沒有人黑斑 很勇敢 不管 只是刚好 在人生最异的 他是谁 跟白宗有什么关系 该不会就是他说的 那个新女朋友吧 是不是他新女朋友 跟我有什么关系 工作 今晚有空吗 可以给你见个面吗 妈 谢谢 我一直让你等这么久 没关系 我要一杯柳橙汁 你刚说我有什么好消息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有一个前辈推荐我 参加米兰国际家具展 是啊 后来呢 我今天刚收到机票 过几天就要出发了 你真的要去参加 那个米兰国际家具展了 你先不要直接为我开心 因为好的消息我还没有告诉你 还有更好的消息 今天我除了收到机票以外 还接了一通电话 有一间在米兰相当知名的厂商 联络算我 他们很喜欢我的设计风格 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参展 顺便邀请我到他们的公司面试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他们希望我留在那边 担任他们的特约设计师 那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以后你就真的是邵谦大师了 怎么看起来不是很开心啊 我可以被肯定 当然是很开心 但是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 对现在的我而言 真的是好事吗 我为什么不算好事啊 那不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吗 如果我确定面试人通过了 我要留在那边工作 我们之间 不是就没有可能了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们并没有认识很久 但是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去米兰工作 我们的距离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远 这样我们 不是就还没有开始 就结束了吗 我知道这样问你了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如果我确定要留在那边 你会愿意 你跟我一起到那边生活吗 跟我一起到那边生活吗 哦 他真的约你去米兰啊 哇 太傻了 那你说什么 你有想要跟他一起去吗 我 我不知道 他只说 他从米兰回来之后 希望我可以给他一个答案 那你现在决定是什么 你会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好笑你 问我们 你应该问自己吧 对啊 你应该问自己 喜不喜欢这个人 到底想不想跟他在一起 这些才是重点吧 也不是不喜欢了 只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好像 进展太快了吧 最重要的是 我才刚升主编 如果我就这样跟他去米兰的话 那不是就切到放弃 你会为了工作犹豫不决 拜托 我认识的李依华 是不可能为工作放弃案情的 晓鸥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不是那种会为了工作 都没有办法做决定的 就像之前跟张少千的感情 事都没有进步 老实说 该不会是因为白家男的关系 谁不是呢 那个渣男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那就好了 不要再犹豫了 上上千的条件不错 长得帅对你又好 哎呀 做男人很难找了 你要是错过这一个 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能够遇到更好的男人 好 小姐 你肩膀要放松一点 好 放松了 明明就是想放松 才找他们一起做SPA 怎么觉得做完以后把它更累 你不是那种会为了工作 都没有办法做决定的 就像之前跟张少千的感情 事都没有进步 老实说 该不会是因为白家男的关系 不可能 不可能是因为他 只触摸着他很幸福的水 所能做的改变 是闭上眼睛一片漆黑 我会想起与他相遇的那一天 他手足够他有多么美 他却不想起与他相遇的那一天 不曾说过 要模糊所有 还有我的眼泪 怎么办 我想真的还想你了 李环 你完蛋了 你怎么还一直在想那个人 醒醒啊你 一花 你怎么来这里 来开会吗 你 为什么要 我穿得像李环的样子啊 你不就是喜欢这类型的女生吗 那我变成这样子 你要不要更喜欢我一点啊 喂 你就算穿成这样我会不会喜欢你 你赶快去把这个衣服换掉啦 快点啦 什么不要 你不要帮我了 你不要再缠着我好不好 你这个咬你 你不要这样手啦 不要 不要这样子 你以后就摸我了 快 你赶快去换掉 快 你赶快去换掉 不要 你要这个样子 我放开我了 上班时间还可以玩手机 这个样子 看起来 你们感情真的很好啊 你是不是 嗨 依华 嗨 你们不要相信你们眼睛所看到的 我们所做的 的事情呢 跟你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哦 我们刚刚讨论到哪里啊 你讲到怎么把商品同时置入杂志跟节目 对 关于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 因为昨天有几个厂商 昨天我接到几个厂商的通话 他们都很愿意在你 你不要再来放我了 你放开我 好 李华 她又跟谁在一起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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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发现 跟王雪芙最近跟白忠夫都一起上下班 他们感情会不会太好了吧 真的 我觉得啊 他们两个别说是在一起 搞不好啊 根本就同居了也不一定 也是啊 像白忠夫手走这么快的男生 怎么可能会放过像王雪芙那么漂亮的女生呢 冷静 喂 李华 等一下 你怎么每次都这样 不打声招呼就这么急着走 没有啊 我是来跟小龟谈商品置物的事 谈完我当然就离开了 是吗 李华我真的搞不懂你 为什么你每次见到我 都一定要这么针锋相对 针锋相对 有吗 你想太多了啦 好啊 那如果你不希望我想太多的话 不如我们现在就把话讲开嘛 OK啊 我承认 我以前的确跟你发生很多 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 我们也没有真的交往过吧 所以 应该也算不上是那种 前男女朋友的关系吧 当然不算啊 再加上 我们现在彼此都有喜欢的人啦 所以 更没有必要把一些以前不愉快的事情 摆在心上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 过去的事情 我从来就没有摆在心上过 哦 那最好 因为 在我白宗佑的世界里 除了怕死以外 最怕的就是 尴尬 哈哈 如果照你所说的 你没有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摆在心里 那 我们应该也没有理由 不能像朋友一样 好好相处啊 嗯 是不是 朋友 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 为什么不行 朋友之所以可以是朋友 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点 我们两个一点共同点都没有 我们怎么当朋友呢 谁说我们没有共同点 有吗 那你说说看 我们有什么共同点 没有 什么 是 我们 朋友之所以可以是朋友 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点 我们两个一点共同点都没有 我们怎么当朋友呢 谁说我们没有共同点 有吗 那你说说看 我们有什么共同点 以前是没有啦 但现在有啊 现在我跟你都一样啊 都想要有一段稳定的感情 都想要好好学着 如何去爱另外一个人啊 而且 上次我在餐厅跟你说的那些事情 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不是说真的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发现 原来过去的我 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 更不会发现 原来好好的爱一个人 好好的经历一段感情 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 而我现在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真心 喜欢的女人 所以 我真的很需要像这样的朋友 能够让我在现在这段感情当中 提醒我自己 我一定要变成一个更好 更会对方着想的好男人 天哪 白宗佑 怎么可以这么过分啊 为什么你之前喜欢我的时候 不像现在喜欢那个女生这么认真 我真的快要吐血了啦 不行 黎华加油 要撑住 绝对不能让她看出你心里其实还是很在意她 笑 你现在竟然还可以笑得出来 我都已经跟你讲我喜欢上别人了 你竟然还可以笑得出来 黎华 黎华 你这只小绵羊也未免太冷血了吧你 还是说其实你内心深处还是很介意 我们两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没有办法跟我做朋友 其实你坦白跟我说 我没关系的 我不会强人所难的 我怎么会介意呢 你都已经放下了 我有什么好放不下的嘛 这样啊 所以我们两个 OK吗 OK啊 当然OK啊 反正我们现在也不喜欢对方 也不在乎对方了嘛 所以 OK的 说得真好 反正现在我们已经不喜欢对方 也不在乎对方了嘛 所以 以后我们应该也不会觉得尴尬 对吧 尴尬嘞 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怎么会尴尬呢 哎呦 你真善疤耶 所以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当然可以啊 真的 真的 可恶啊 我就不相信你可以做得这么绝 那就好 对了 不知道 好朋友你今天下班之后有没有空啊 你也知道 最近呢 我几条早送给我女朋友的礼物啊 所以我想要请好朋友你 用你女人的身份 帮我挑一下这个礼物 帮我决定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啊 当然 如果说你心里还是觉得介意 觉得怪怪的话 我还是可以自己去买 我OK的 白宗佑 你不要太过分哦 竟然还叫我陪你去挑送你新女朋友的礼物 我怎么会建议呢 这么一点小事情没问题的 哦 哦 送项链好了 培育中的爱情怎么样 太微笑的啦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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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幽默 太好了 哈哈哈 那下班之后我就接你哦 好朋友啊 就这么说定有好朋友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怎么了 一个人安心太气的 没有 就是 稿子写不出来觉得很烦而已 是哦 我看你从贝比鲁斯回来就怪怪的 没有 是你想太多了吧 我就单纯是因为工作很多 所以觉得很烦了 工作是有什么好烦的 我才烦呢 你烦什么 艾蕾迪的事啊 艾蕾迪 对哦 我都没有机会问你 你跟艾蕾迪现在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我们算不算是男女朋友 可是我们的关系就是 怎么说呢 很特别的好朋友 你跟他搞暗昧多久了 还什么特别的好朋友 他对你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啊 问题就是他太认真了 最近跟他出去呢 他都给我一种超认真的神情 然后一直跟我说 以后我们要一起去干嘛 一起去吃什么的 什么什么什么 哎哟 我很怕到时候 正式跟我提出交往哎 那我怎么办啊 这样不好吗 不好啊 那他越喜欢我 我的罪恶感就越大 那到时候 等一下 罪恶感 你为什么会有罪恶感呢 没有啊 就 我这样还没有弄完 我先回去 吴小璐 你该不会还瞒着他 你大他五岁 而且离过婚还有一个小孩的事吧 我不是瞒他 我只是还没有机会说出来 不一样的 怎么会没机会 你不是跟他出去过几百次了吗 你这样真的很糟糕 我知道 我知道嘛 那可是 不只他越来越喜欢我 我也越来越喜欢他 那要是我把事情都跟他讲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像现在 这么喜欢我了 这些年 也是有一些男生追我的 只是 不管他们口中说什么喜欢我啊什么的 只要我跟他们说我是一个 离过婚的单亲妈妈 马上 看我的眼神对我的态度 完全就变了 我就从他们口中的 很可爱的吴小璐变成一个 很可悲的单亲妈妈 你都不知道这种感觉有多 有多难看 小璐 我不是后悔剩下五十元 我只是 有时候真的很想要 被一个男人 当成一个女人看待 然后好好的疼 现在只有跟爱莉迪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感觉自己不是 五十元的妈妈 不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 而是一个在她眼中永远都 这么可爱 她这么喜欢那么小璐变成 没有啊 胃刚到尾而已 先上车吧 我现在肚子好饿 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 好 好吧 我也要头发 我来热情 我来热情 怎么过 我骗她 我来热情 是我去那里 我来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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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热情 我来热情 梨花 下班了 是啊 刚下班 要去约会啊 没有 我当然是在等你啊 我正想打电话给你 没想到你就过来 看样子 你真的很重视你女朋友的礼物啊 好朋友 这当然啊 我迫不及待的 好想赶快买到这个礼物啊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 走吧 走 好 自家好不好 好啊 好啊 走啊 李一华 这件怎么样 蛮适合你的 嘶 嘶 嘶 你要不要认真一点啊 我随便问问啊 你不要想太多啊 你跟张绍谦最近 怎么样 还好吧 我跟他怎么样跟你什么关系啊 你要不要认真一点 挑你女朋友的礼物啊 你干嘛这么说啊 我们是朋友啊 关心是很正常的啊 你不觉得张绍谦这个人很无聊吗 他讲话不好笑耶 比起某些自以为是的幽默感 我觉得他的幽默感 刚刚好 这个别针你觉得怎么样 设计简单又大方 应该蛮适合送给你那个 刚在交往的女朋友 还好吧 这个太可爱了 我女朋友 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的那种人 她是一个非常有女人味的女生 这么可爱的东西 戴在她身上 不适合 是吗 那这个项链怎么样 白色碎传组成的爱心 应该很适合你那个 比我有女人味的女朋友吧 不是吧 你真的觉得这个好看 太熟了 而且碎传这么小颗 我女朋友啊 走的是气质路线的 不是 好 那这个呢 有女人味又有气质 应该可以了吧 你要害我啊 你要害我被我女朋友讨厌吗 李怡华 这个真的 好丑啊 难看死了 好丑啊 不会啊 觉得蛮好看的啊 李怡华 你变了 我以前认识你的时候 你明明很有品味啊 怎么一跟张绍千开始交往 整个就 糟了 你有品味 对 那你自己挑啊 不是这个意思啦 我只是希望你很认真的帮我挑这个礼物 因为这个礼物对我颜色很重要的 不要动 比如说 像手上这一条 就很好看啊 这样就对了嘛 你还是有性感的啊 只要你用一点心 你还是可以办得到的 既然你这么喜欢这条项链 那就这一条了 我挑完礼物了 可以回家了 求一个没有温度的片链 写一首自以为的悲情 等一个余生的结局 好让我输到最彻底 我们之间丢下了 一个短剧 无法再继续 一个短剧无法再继续 一个人背着幸福练习 拥抱着没有力气 你说我活着身体 回头却来不及 我的心被遇 混在回不去的记忆 眼泪蒸发了思绪 不让我看清 两个人 两个人变成一种 或许 等待也见得多余 这份爱 早就已经麻痹 再痛也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喜欢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